不加一滴水居然這麼好吃 美哥 我在家裡做的番茄牛腩 怎麼都沒有你那麼好吃 總覺得差了點什麼 我的秘訣就是不願加水 不加水怎麼可能 大家認真看一看 做好這兩點 就能做出完美的番茄牛腩 把牛腩切成塊 再用老伴話清洗一下 西紅絲開四四刀 切好的西紅絲 番茄燙一下去皮 把皮去掉 把西紅絲吃成塊 把裡面的這個藍色給它去掉 冷水下鍋 燒一下水 然後生薑 加附近的老酒 再炒一會了 炒好要辣的 因為溫水洗乾淨 鍋燒熱放點油 把薑和大蔥放進去 給它變香 給它乾炒 變香 炒成微黃色 把切好的西紅絲 到四分之三進去 再炒 我就在這邊盯著你 看你到底有沒有加水 好 大家一起認真看 加入鹽 冰糖 生抽 黃露 八角 香葉 桂皮 再給它煸炒這樣 好 現在就可以裝到電話煲 壓三十分鐘 好 時間到 該剩下西紅絲倒入電話煲 現在好了再進去煲五分鐘 好 時間到 還真的不需要加一滴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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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